我们先来测试这个上层移动扩 编号02的这个地方 从最上层的这个扩来测试 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用的话 我们还可以测试一下 那个移动扩01的那个地方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就直接分析其他的地方 那么首先呢 我们通过特征码 先来定位一下最新的这个扩的一个机子偏移 那么定位的话 我们可以用CA1 CA1的话用来定位显得更加的简单一点 但是用Xdebug来定位了 我们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实际上 我们取一下它的特征码 取一下它的特征码 比如说我们从后边这一段来取 这个取特征码的话 它有时候取得不好的话 它是不能够成功的 比如说像这一段 那么我们在取的时候 这个偏移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用通费符来给代替一下 这样的成功率会高一点 然后再把后边这个指令跟上 然后我们尝试一下这个特征码是否可以 搜索当前模块 你看当前你是在主模块的 就在主模块里面搜索 如果是在其他模块 那你就选其他模块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找到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它一共我们之前分析了 是有三个是吧 是有三个参数 有三个参数 当前的话 复制不了 复制不了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手动的 的确拷贝不了 把它给关掉 关掉之后我们重新复加一下 或者用CE也是可以的 用刚才的这一个特征码 如果这个特征码到时候由于游戏更新了 用不了 你可以自己取其他的特征码 加更多的一个问号的通费服务 目前是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一段拷贝一下 那么它只有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呢 我们之前也有对应的一个倍数 还是拷贝不了 这次还是拷贝不了 那么我们换一下CE 我们CE来订阅 然后这里选字节级 然后把特征码拷贝一下 这个特征码是CE和OD里面是通用的 然后这里可写的把它勾选成这种灰色的状态 快速扫描这里选成一字节对齐 搜索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搜索到三个地方 但是我们要的是主模块里面的 我们看一下主模块是不是只有一个 你看这个不是主模块里面 这个我们删掉 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其他东腾链接库的 所以说也需要删掉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我们进去看一下 CE里面的话看起来要更加的方便一点 它直接就是这一段 机子偏移直接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扩的机子偏移 当然就是这一个扩 就是这个扩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说明 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参数1是角色对象 是吧 我们把这一段拷备下 把这一段拷备下 好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结构去填充它就可以 然后按照这一段去填充它就行了 参数1参数2参数3都有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写代码 把这一段拷备一下 然后游戏的话可以先退出 它不是被检测到了 我们先把CE什么的给退出 先写好代码之后呢 我们再做相应的一个测试 那么这一段的话 我们花的时间肯定要会多一点 然后我们选择 这个 自写代码 自写代码的一个接口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装门添加一个移动角色的 这样的一个语言文件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移动角色对象 添加一个对应的一个cpp 包含一下预编一套 然后呢 把我们取得的特征码 给放进来 把这一段 当然你也可以多写 多取一段汇编代码 这样以后更新游戏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前边的这些 汇编的机器码 可以自己 就是用其他的特征码来定位 比如说你看这两个一般来说的话 就比如说这两条指令 一般就是说会变化的记录的话 可能就很小 像这个0这一类的 当然像这种 偏移它可能会变 可能会变的了 那你可以用问号 到时候来代替相应的数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代码 我们参考一下这边的功能括 看是怎么写的 就参考一下这个功能括 看一下 随便拷贝一段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先写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移动的括 暂时呢就叫做移动角色 那么一种角色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传参数的 参数呢我们可以传那个 XYZ技能也可以 传一个数字技能也可以 暂时写成这种形式 那么一般只需要传XYZ技能也可以 那么这里呢我们还是写成三个坐标 那么写好了之后呢我们先把括的地址要计算出来 括的地址是这个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定义一下它的地址 那么移动过的地址呢 它需要取得这个模块的地址 加上它 我们可以写在前面啊 这样写也可以 这样写提起提前呢 把它的这个括的地址计算出来 那么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注意的就是这个角色对象这个 不能够直接写成全句变量写在前面 因为这个角色对象它中间的这些子声呢 可能在里退出来选择 其他账号啊 或者是选择其他角色 或者是过图的时候 那么这里面的对象呢 它可能会随机的 变化一下 所以说不能够写成全句的 但是像这个括的地址呢 这种可以写成 一个静态的或者是全句的 写在函数的外边 后边的话 这个角色对象 我们不能这样写 当然我们之前的话 另外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地方 我记得在这个MyAPI里边 还是什么地方 TipLate 这里边有一个取得角色对象是吧 TipLate里边 那么我们直接调用这个TipLate里边的 获取角色对象就行了 这个就是获取角色对象 调用这个静态 喊出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调用一下 来获取角色对象 而这个获取角色对象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去读的 看它是角色对象这个 还要加一个参数仪 它是角色对象加104 还是加104 这个好像我还忘了 应该是加104的 开率大一点 前面 那么这个角色对象 返回来之后 我们就给它什么 加上这个104就行 或者是在调用的时候 再去加这个104 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里给它备注一下 参数余 参数余来 这是角色对象 到时候要加上这个104 其他的这些呢 我们可以 把它给酸除掉 这个是什么 tpcore05的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格式的话 rcx rtx r8d 那么我们是可以直接用 这个这个它可以传五个参数 这里呢 它只需要参三个参数就可以 只需要三个参数就可以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pcore的这个指向这个移动 core的地址 那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调用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 我们的角色对象 加104 这是之前分析的时候备注的 如果不对的话 到时候呢 我们再想办法 然后第二个参数 比较关键 第二个参数里边呢 它包含了当前的一个坐标 或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坐标 这样的一个结构 还有这样的 是吧 那么我们参数这里呢 也写出来 我们按照参数二参数三 这样来写好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参数三 参数二这里呢 我们要改成大括号 这前边呢 我们也要改成大括号 16禁止 那么这个坐标 我们怎么来呢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 这是目的地坐标 是吧 当前坐标怎么来 当前坐标的话 我们可以跟它读出来 就是我们角色对象里面 它本身就有一个 在28颗里面 应该是有的 我看一下 这一颗 这颗里面没有 27颗里面 应该 26颗 在这里 好 我们按照这个呢 来获得它的目的地坐标 就行了 就是我们的角色对象 是吧 加 这个94加74这个地方 给它 获取到就可以了 当然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可以获取到这个坐标的 那么是哪一个函数呢 也是这个 tip tip 里面 这个get pose get rever pose 这个 也是获取我们当前角色的坐标 那么我们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行了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调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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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把当前坐标的这个地址给它传进去 然后它会返回坐标到这里边 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使用就可以 当然这里使用的时候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它这里边的这个坐标的话 是什么 是佛点数的类型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转 强制的转 转过去这样它是不对的 肯定是不对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想办法 因为这里的话 它是八字节 这后边的数据应该是四个字节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需要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需要分析一下才可以 分析一下 我们看一下 重新进一下游行 那么实际上这里我们读出来的应该是读出来的四字节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在获取当前坐标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把这个呢把它定义成D word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强制的转一下 这样转一下 好 这样读出来的就是四字节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D word来读取 D word来读取 那么在前面这一个段呢 它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它的 第八个字节 第四字节 应该是这样来出实话 应该才对 当然具体的情况我们还要重新进游戏给分析一下才可以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强制转换一下 后边的这些呢 随便填一个数字或者传0就可以 后边这些我们是不需要的 这就是它三个参数 具体对不对 我们先进游戏看一下 我们先进游戏 stretches 我们先进游戏 稍后在这里 我们先进游戏 许戏 那边 新增 Resident 首先我们先附加到游戏里面 然后转到我们这个空 所在的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就是这个 在后面添加一个点 我们先下个段看一下 在里面去移动一下 让它断下来 断下来这个参数3那是0 参数1我们看是否是加104 是否是这个角色对象加104 我们把这一段拷贝一下 看一下现在的这一个值 这个值好像变化 看一下这个机子 应该 应该是这个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rcx你看 两个值是正确的是吧 88114这里是88114 所以说rcx的话的确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数字 是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rdx 那么rdx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数据 这一段数据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16进制 佛点数16进制来查看 无符号 32位 16进制 好 我们看一下 对照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 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数据它现在呢 拷贝不了 拷贝不了的情况下 我们只有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前两位我们是对应上的 4230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据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后边有几个0 一个0 两个0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有十个0是吧 所以说这一片的话还不对 就这中间的话有多少呢 这才五个0 它有十个0 这样才是十个0 十个0 十个0之后呢 是当前的xyz 然后是目的地的xyz 这样才对 是吧 当前 坐标 后边呢 是目的地坐标 然后后边又是一大片0 后边的0的话 它会自动填充的 你后边这个0实际上 可以不需要了 它 它自动就是说后边的二 二百五十个成员 都是0是吧 对 这个我们需要处理一下 我看一下 x目的地坐标是吧 目的地坐标这里传进来就行了 我们移动角色的时候 目的地坐标 这里直接传进来 但是呢 传进来 我们这里呢 是需要处理的 因为它传进来的是什么呢 是佛点数 它会 比如说是传在111 它直接会转过来的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它实际上 那个坐标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 佛点数的话 它是以佛点数的方式来存在的 而不是整数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里我们要怎么转呢 我们可以用指针来转 可以先取它的地质 然后呢 我们用 DOR的指针来读 这样来转一下就可以了 不转的话 这个坐标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它会自动的把佛点数来转混成相应的一个整数 它转了就不对了 你看本来 比如说这一段 你看如果整数的话 它是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值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佛点数显然是不行的 但是它对应的佛点数呢 它是6835 如果我们不这样转换 不加前面这个前缀来转换的话 那么它传进来的这个 比如说传进来的是6835 那么到时候这里呢 会变成整数的6835 比如说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把这个指针变成6835 这样的话显然就不对了 你看这样成佛点数之后的话 就是一个极小的一个数值 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说我们为了保证它 是原汁原味的 比如说十六镜子就用的这个数来 表示了我们的6835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十六镜子的数读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有用这种指针的方法来读 才可以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种办法 另外的办法的话也不是很好用 另外的办法呢 你就是什么 你在传数据的时候呢 你直接就传这个十六镜子的这个数字 但这样的话这个坐标的话 我们的可读性就比较低了 就比较低了 所以说不建议直接传这个十六镜子的数据 还是要传这个佛点数进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转一下 要转一下 你可以对照一下这个XDbug 这样的话我们就方便理解 这个我们读出来的它实际上是这个数字 是这个数字 那么但是这个整数的话 它在我们内称里边 表示的就是6835这个佛点数 所以说这里我们传进去的实际上也是这前面 这个45D59800 那么这个呢才代表是佛点数的6835 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里呢 大家记住一下就可以了 需要这样转 另外我们再按照整数 三神路位再来看一下 你看它有一共一二是吧 这里一排是四个 两排是八个 再加上这两个 一定是十个零 是十个零 是十个零 所以说这里呢 有多少 有十个零 十个4 就是Dword 十个Dword的类型能 一定要注意 这个Dword 如果是64的话 它又不一样了是吧 64的话 我们这个数据就不太好写了 因为我们佛点数 XYZ 它只占多少 只占四个字节 XYZ 是吧 这是目的地的数表 XYZ 那么后边呢 也是一大片零 后边也是一大片零 好 那么写法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大概就弄清楚了 这里是十个零 那么前边的这里的话 42C0 这个是固定值 这里是一 是吧 这前面 这里呢 是固定值 反正是一个固定值 具体意义呢 我们不需要先了解 我们只需要把 这个关键的 数据 把它分析好就行了 好 这个R8D呢 是零是吧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地方写零也可以 它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那么 那么 我们就可以实现了 当然这个括号 这个括号 我们可以跟它 锁进一下 是吧 看一下 这里怎么处理一下 让它看起来 可读性更加的高一点 反正就是这一段 复制给它 这里我们写在多行上面 多行上面 然后这里 批括 理论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先测试成功之后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就是这个接口的一个封装 这个接口的封装 我们本节课的话 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 Nua的接口 我们需要 可能需要下一节课去写 我们可以了 在测试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写 这个测试指令 这个我们可以先关掉 游戏呢 可以先退出来 我们自己认真写代码 那么这个移动角色的 我们已经写好了 当然 后边这些机子便宜的话 我们最好把它写到一个 投文件里面 装门的单元 用来管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移动角色的 我们写好了 写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封重到这个tiplay里面 那么tiplay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封重到这个tiplay里面 可以在getPose的后边 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那么就在这个tiplay的前边 包含一下这个函数 然后在这个getPose 在功能括里面来写它 来添加一个移动角色的 然后随便复制一段代码 比如说这个我们叫move 然后这里是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呢 我们用xyz也是可以的 都可以 我们先把它在投文件里面 进行一下双运 把这个tiplay的前提先去掉 这个我们改一下名字 把这个改成play 当前项目 我这个全部替换它有问题 所以说只能一个一个的替换一下 替换之后我们编译生成一下 生成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修改 移动角色 移动角色 这个坐标这些我们什么 应该都可以 不要的 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下 上边那一个函数就可以 调用这个移动角色的 就可以了 那么移动角色呢 这里呢 这个指示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当然也可以判断 自己写代码的时候 注意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里这样写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rootplay呢 我们需要给它写一个测试接口 测试接口 那么我们找一下10086帧 这里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指令 就叫 common type 就添加这样的一个指令 然后再回到这里 把它添加到 比如说就添加到这个前边 给它加一个前缀 对不然的话 它不认识里面的这个媒体类型 好 mooplay我们添加到这里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调用tplay里面的那个 那个字 mooplay 那么mooplay这里我们 先传一个空子进去 我们可以把刚才的那个坐标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之前 这里边我们有没有保存这个坐标 看一下这个调试信息里面应该有 这里有个坐标 我们就移到这个坐标去 就调试信息里面的那个坐标 看一下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坐标来做测试 Fallout 好就把这个683 后边的这个81802576 这个坐标用来做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坐标 用来做测试 pose 这里呢我们还是跟它输出一段调试信息 调用成功 输出一个调试信息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在前边 还是跟它返回一个数据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指令 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直接返回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复制这个 这个 大概这样写应该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MFC那边呢 再去调用一下以下这个指令就行了 那么暂时呢这个参数呢 我们写固定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机指定这个坐标的 我们后边呢 再逐步的把这个接口呢 给 给 那个完上 测试一下 马上 这个后边要分析了才知道 那个马的那个储物好像我还没有 是吧 这个游戏我也不是很了解 可能上马的话 也许有其他的地方 是吧 有其他的移动指令 然后我们现在在MFC这边呢 添加一个测试 添加一个 我们把控制键 键盘上的CTRL这个键按住 然后鼠标拖动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把名字改一下 这里有一个备份的 写一个移动测试 写一个移动测试 好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写一个移动测试就可以了 把这个项目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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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移动测试的话我们看一下 这个共享数据我们这里呢是用不到的 我们只需要这个前边这一个框架就行 这里我们不需要去初始化它 然后这里呢我们只需要跟它发一个指令就可以 好 好 这个好像被我们给改变了是吧 改成那个 改成Planer 这个被我们改掉 好 我们重新编译生成一下 好 这里生成成功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重新进游戏 重新进游戏之前 我们这个MyDeal64 因为重新改过代码 我们需要把它重新拷贝一下 复制一下 替换 然后这里驱动 停一下啊 重新加载 重新初始化驱动 然后我们再进入游戏 那么同时我们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需要调用一下 是不是 移动测试的话 我们到MFC里面 调用一下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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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好 很 湯 把唐色作为启动线 好,那么现在的话显示17516这个过了主线证 我们看一下这个进程,应该是 这个窗口都显示了,应该就是挂节成功的 17516 进了之后,那么我们在OS环境启动一下移动的测试 好,那么我们发现它应该是能够移动的,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走到这个位置,因为我们那个坐标来现在还是固定的是吧 所以我们要移动到其他的地方之后呢 再去调用那个移动测试,让它走回去 好,那么经过目前啊,经过测试的话是ok的,那么下一节我们再去封装它的卢瓦接口 今天的话我们暂时来就测试到这个地方 目前来看测试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不用再去分析其他的这个移动的数据了 好,今天的课程呢暂时到这里 明天呢我们再继续显读啊,相关的接口代目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coco上给我留言 waterway是什么意思 那个复制粘贴,上码吗 我看一下 你看waterway 哇,这里好像有这个码是吧 好像上去不了 看一下 你必须在收藏夹里边有这个码他说啊,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够上 处于无法召唤做起的这个状态 这个区域不能 是哪一张地图啊,可以召唤这个 到时候我们再分析吧 这个 这个 神做起的话应该也有相应的一个扩 做了做起的话,你们到时候自己测试了,也可以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是不是 这个代码已经写好了,等会发给你们,你们自己 测试一下 把它反映上来 只要是正常的功能,哪些功能需要分析的,大家也可以反映一下 可不可以跟我留言一下 是吧,能够安排的,我们也可以尽量把它安排到前面 来做一些对应的一个分析 但这个游戏的 功能的话,它特别的多 我们只能够选一部分来讲 不可能说,哪一个菜单就所有的地方 是吧,哪一个点击全部都讲到 这个 肯定不可能 就是当我们可以 就是分析研究一些 我们常用的 是吧 常用的这些功能 就是 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 只要不是属于那种变态的 因为这样 那种变态的功能 比如说 就像瞬移 这一种 是吧 那么 它是需要控运气的 如果它 那个校验的范围 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前几课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发现 在500个单位距离的话 是吧 它都是可以顺移的 服务器没有什么效应 但是有的游戏 它这个范围可能还要大一点 或者服务器根本没有这个 距离的 一个效应 那么你就可以随便修改错表 来达到一个顺移的一个目的 是不是 像这些变态的一个功能的话 都需要 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它有就有 没有 那可能就 没有 所以说只要正常的功能 大家需要 哪些需要分析的 可以口口上给我留言一下 能够安排的 我们可以尽量 安排到前面 今天我们暂时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